肝脏是人体解毒器官,负责的工作重要且复杂,如果肝不好则重病从生 如果肝脏出现问题,肝脏的代谢能力出现问题,那么就容易在手掌上有相应表现 肝主疏泻,肝的病变慢慢积累就会出现肝肿大,而肝脏就是肝肿大的表现 中指粗细不同 肝不好的人,两双手指的中指会和其他手指有很明显的差距,一般都呈上粗下细,而且把手指并拢之后,中指和两侧的手指之间会有缝隙 这一般可能是肝功能受损的情况,肝气不足,可能也有肝炎的现象 肝不好的人手掌容易长出粉红色的斑,这些粉红色的斑是由于肝血无法输送到手掌的位置而引发的长斑 粉红色斑还可能会延伸到手指的位置,肝好的人没有这些症状,说明你的肝脏很好 三,指甲暗淡发黄 肝不好的人,指甲会暗淡发黄,表面会不光滑,指甲没有血液的滋养,就会容易断裂 肝不好的人,指甲会暗淡发黄,表面会不光滑,指甲没有血液的滋养,就会容易断裂 肝不好 以上的三种现象,你如果都没有出现,说明你的肝脏很好 生活中导致我们肝不好的还有很多问题,这只是预示我们肝不好的警告,但如果以上三种情况里都出现了,就要及时去医院就诊,确定病因从而根治 不要把肝病当成就是自己作息不好或者饮食不好,有可能你已经引发了肝破裂或者是肝炎 养肝可以从食物上下手 第一,蒲公英 这是一种路边随处可见的小植物,尤其在中医领域它更是有着草样皇后的美称,可见蒲公英的功效,还是很大的 蒲公英有着很好的清热去火的功效,对于清肝力胆也有着不错的作用,而且蒲公英的根莖比它的叶子营养价值还要更高 它可以护肝排毒,帮助身体排出毒素,能够清通肝脏 食用蒲公英的方法也有很多种,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普通的菜一样放入锅中烘炒,也可以把它切好放在蒸笼中蒸熟吃 当然也可以把它作为配菜与其他食物一起食用,不过我觉得味道最好,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它的药效的,还是把它风干之后泡水喝 还有我们需要注意一点,蒲公英是属于寒性的植物,所以如果本身脾胃比较虚的话,最好把蒲公英和其他的温性食物放一起泡水喝,这样能够最大程度上的趋利避害 我们也可以把蒲公英和玫瑰花放一起泡水喝,这样能够有着很好的美容养颜的效果 另外,葡萄也是一个很好的护肝食品 葡萄中还有许多的生物活性物质,这些成分能够消除体内的自由基,对于保护肝脏都有着非常好的作用,所以那些本身肝脏就不是很好的人,平常多吃一些葡萄,还能起到辅助治疗的效果 红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养肝食品,具有养血安神,解毒药等功效 一般来说,女性大部分都有吃红枣的习惯,因为红枣有着很好的补血功能 但是其实因为红枣中也含有一种特殊的化合物,这种物质能够抑制肝炎病毒的活性 所以它对于保护肝脏,也有着很好的作用,可以帮助肝脏排毒,增强人体的免疫能力 除了平常吃一些有益于肝脏的食物之外,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强体育锻炼的方式来说明肝脏排毒 人体在进行适度的运动之后,能够有效地提高身体新陈代谢的速度,这样对于说明排毒也是很有作用的 如果此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,可以帮我们按赞分享让更多人知道哦! 您的ata打电话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